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夏天蝎出来叫 知道荔枝也熟了 所以冬天的蝎是不会响的 所以古人做这些诚语很有想法 如果一个人或者整个社会这么弱的寒蝎 就像冬天的蝎 个个咬不出声 韩字是怎样来的呢 你看看这个船书的写法 就知道各个部份代表什么 这个叫棉头 一般俗称是孙头 是表示屋子的原因 这个是屋顶 所以譬如加字 濕字 就是用这个头 好了 现在屋底下有什么事呢 这个是人来的 这个人呢 卷起来的 卷起来的 一块 上上下下都有草 这个是草 即是说 一个人躲在屋里面 底下就铺了草 然后躺起来的 就是 身上又铺满草 干什么事呢 冬了 所有这些和管草 铺着 晒卷着 都抵不住 因为 底下 这两笔 是冰 因为 冷到地下 底下都结了冰 所以 又铺满了和管草 你都觉得很寒 很冷 所以寒 就是冷 冷 冷 刚刚开始冷 就为之凉 冷到最尽的时候 最尝��면寒 寒 寒 寒就是暑的相反 就在暗开 寒暑代曙暑 就是说 冬天下天 所以寒字 表示寒冷的天气 寒冷的天气 寒烟效应 即是说 如果发生了一件事 令到 人人也不肯出声 呢 就是有寒 寒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